火鍋吃到一半突然天降甘霖 抬頭一看原來是安裝在座位上方的冷氣機漏水 還不是一滴兩滴 而是瘋狂滴成一道水柱 全滴進火鍋當中 其他桌客人看到傻注 店員都還沒有請來 眼前這一鍋就已經自動加湯 加到湯料快要滿出來 都還沒吃 覺得還滿好笑的 這個地點就在屏東恆春這間火鍋店 店內鍋物口味多元 泡菜海鮮牛奶鍋通通都有 只是顧客怎麼也沒想到 來店用餐卻被迫加湯 湯的來源還是冷氣機的水 業者也趕緊出眠道歉 冷氣已經前幾天就下人家來修理 可是夏天就 他們做冷氣比較忙 所以就一直沒有過 加湯應該只有一次而已 後面之後就不會有這種加湯的方式 他們後來都有補送各一份過來給我們 覺得這滿有趣的 因為也不會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因為這家店我常來吃 只是再看一次這無奈又搞笑的場景 也讓不少網友調侃 花一樣的錢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我要老婆 跟著雨潔一起看 甚至西太